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7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 遭到了美國財政部 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 按照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實施制裁 來到上星期五 這份制裁名單中 又多了兩名中共幹部 分別是兵團的前黨委書記孫金龍 以及現任的兵團司令員彭家瑞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組織 叫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美國財政部說到 說這些人士和組織 是嚴重侵犯了新疆少數民族的權利 故此要對他們實施新一輪的制裁 美國財政部說到 說美國堅決利用一切經濟手段 去打擊侵犯新疆人權的官員 而且根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被制裁對象在美國的資產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實體 都一律會被全數凍結 而美國政府也會禁止美國人和企業 和被制裁對象作出商品或服務的交易 其實美國走出這一招 就等同於 嚴重地打擊中國 尤其是新疆的經濟 因為這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可以說是百足這麼多酒 真是生產非常多的產品 尤其是以新疆棉花而著稱 到底什麼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而美國制裁這個兵團對於中國的經濟有什麼重大影響 首先講一下這個兵團的歷史由來 在1949年 國共內戰打到尾聲 解放軍 由第一兵團司令員 黃鎮的率領下 進軍新疆 當時新疆的國民黨首將是誰 就是新疆省警備總司令 徒自惡 但是他發現根本上 自己的軍隊是不夠打的 於是去到 九月尾的時候 他就通電投降 結果沒有怎樣打過 就是得到了所謂的和平解放 在新中國成立了以後 滯留在新疆的解放軍 以及國民黨的所謂起義軍的人員 一共有17萬人 那麼到底怎樣安排這班人的去向好呢 當時新疆在戰後 就是百費待興 有了這班的勞動力就適合了 於是大陸就安排這班人 去參加建設 屯肯樹邊 一直到1954年的時候 這班人就完全改組了成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的生產建設兵團 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 在1981年的時候 兵團就由原有的名稱 改了就這樣叫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算了 逐漸 就是洗脫了黨和解放軍的色彩 而且這個組織 就是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待遇 它是國務院裏面的省級單位 享有了省級的權限 全中國目前就是只此一家 現在美國對於新疆兵團實施制裁 到底對中國的經濟有什麼重大影響 其實這個新疆兵團 都非常之架勢堂 雖然他們只不過是佔了新疆自治區的面積 百分之四點多 而且人口也只有310萬 佔了新疆自治區的大約百分之十二 但是他們所構成的生產總值 是去到2515億人民幣 佔了整個新疆的差不多兩成 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經濟產業 相對來說是發達的 剛才說到新疆兵團 是一個省級的待遇 如果以全國的GDP排名來說 新疆兵團排在第幾位 不是很高的 原來排在最終的西藏大約一半 僅僅是少於青海省的 但是這個兵團勝在人口夠少 故此他們的人均GDP其實是很高的 好了這個新疆兵團 剛才說過 他們最享負盛名的產品 就是新疆棉花 實情在新中國成立之前 新疆棉花不是那麼厲害 這個產量也沒有現在那麼產業化 那麼產量那麼高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 前蘇聯的專家就引入了一隻新的棉花品種 後來通過了不斷的改良以後 就在新疆樹市出彩虹 實情現在在新疆北部 絕大部分的棉花田 都是以機械方式來種植 只是在南疆方面 人手的種植是比較多 去到去年 新疆棉花 產量佔了全中國的84.9% 而單是新疆兵團 也佔了全國的33.5% 故此產量那麼高的情況下 美國一旦對它實施制裁的時候 就等同於影響全球棉花的供應鏈 故此現在美國就算要實施制裁也好 大家看看那份文件當中 它是給了60天的寬限期 美國的企業 他們是要去找一些替代的供應商 華爾街日報在去年的一篇報導 正正揭發出 原來有很多外國服裝和運動用品的品牌 他們所採用的 正正是新疆生產的棉花 比如說 H&M Unical 無印良品 C哲和Adidas 等等 所以這次美國的制裁可以說是牽連甚廣 至於這一堆外國的品牌 他們一定就是會 為了避免美國的制裁而去考慮其他供應商 因為他們都沒得選擇 除了生產棉花以外 這個新疆兵團 在2018年的時候 他們的貨物出口總值 是達到了71.6億美元 這是中共的公開數據 現在美國對於新疆兵團實施制裁 首先來講 所有的美國企業 就會停止跟新疆兵團有交易 不會再向他們 拿貨 好了 至於外國的企業又如何 若然他們所生產的貨品 是有機會外銷到美國 他們一樣是不會用的 因為他們會擔心 到底那些貨物能不能進口到美國呢 因為美國甚麼都探一探 所以可能那批的廠家 也不會再用新疆兵團生產的產品 所以到底新疆兵團 能不能夠保持著這個貨物出口總值呢 其實都有非常之大的難度 因為新疆兵團 現在就需要尋找一堆新的買家 美國那些買家就不買了 凡是那些產品要外銷去美國那堆廠商又不買了 到底新疆兵團那些產品能夠外銷去哪裡呢 比如說伊朗 朝鮮 古巴 敘利亞這些國家就可能可以 但是這些國家究竟有沒有那麼強烈的需求 而且能不能夠吞吐到 因為美國不購買那些產品 而凸出了出來的貨量呢 似乎用常識去推理都未必可以 所以這個打擊真是非常之厲害 好了 接著就講下另一宗消息 特區政府在星期五的時候宣布了 將香港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 新華社在昨晚漏夜發了一篇稿出來 標題就叫做 多國人士認為香港推遲立法會選舉 是高度負責的選擇 到底這個多國人士 是哪些多國呢 大家可以看看中國的老朋友是有哪些 首先排天治第一位的就是 巴勒斯坦 接著還有 尼泊爾 魯窩 達尼斯 達尼斯一邊在非洲 肯尼亞 俄羅斯 烏克蘭 吉爾吉斯 古巴 這一堆簡直就是世界的民主強國 不是假的 俄羅斯正正就是聯合國 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至於其他國家 他們都有選舉 不過當然有些就是等壓選舉 哈哈哈 即是說 只有一個候選人 大家投票 就當是信任票 投下過場 都是民主實踐的一種方法 所以說這些國家 全部都是支持香港推遲立法會選舉 不爭再支持DQ 沒有說支持DQ 真是 反正都是 不爭再就說了 不過從這篇稿件當中 我們又可以見識得到中國式的邏輯 凡親 支持的東西 是跟中共 支持的東西是一樣的 好地地 但是凡親 有人反對中共所支持的東西 就變成了干涉中國內政 比如說 美國 英國 歐盟 他們反對香港推遲立法會選舉 他們就變成了 干涉中國內政 如果支持就沒問題 當中的邏輯在哪裏 我們不能夠以西式的邏輯去想 要用中國式邏輯去想 這樣就自然是沒有矛盾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